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國廣東地區啊 又出現了一年一度的水患大淹水 其實每年都差不多在這個時間發生啦 4月底到7月中左右 那這次是境內的韶關市啊 清遠市啊 趙慶市啊成為最大的受災區 許多的小村小鎮都被淹 那最高的水位也有來到2公尺以上 而江西部分地區啊像是幹州市啊 也造成了2萬多人的受災 那中共也指出啊這是百年一遇的大災 我頻道怎麼說做了也有4年吧 廣東地區淹水我2020年做過 21年做過 22年做過 23年做過 5次了 那這樣是快5年啦 廣東地區就是年年在這段時間會經常的大淹水 而你們也年年都在說這是百年一遇 甚至千年一遇 這是引發大水災的 是珠江的江北河域 那至今啊廣東地區有44個大大小小的河道 超過警戒水位 許多災民也上演了 桌桌霸招的那一幕 車輛被沖啊 許多房子一樓滅頂啊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影片啊 女士們 謝謝你們 因為天氣原因 導致現在車廂內有大量積水 火頭髮要被他吹死了 我看新聞了 你家浸了你沒事啊 今年很多水浸車啊 今年很多水浸車啊 2024年4月20日啊 碧桂園這邊的水煙啊 浪漫啊 比去年還誇張 既從破了這條新公路之後 就是這樣子 你看一下我家都進水了 每年都跟我說政府會處理會處理 會處理到哪裡去啊 打死啊 鞋子都飄走了 每年都是這樣子 曉光已經變成海了 你看一下那邊 游艇已經準備好了 以防萬一啊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那是豪可以養農會市場 老闆人會在市場會水煙 講真的啊 在我有生之年啊 我最多就看到淹到腰的啦 就是我目前來說看到最多的 就是到腰 我沒有看過 兩三公尺 甚至咄咄八咄 上次那個更誇張 淹到紅綠燈 紅綠燈多高啊 6公尺還8公尺喔 我比較納悶的是 中共就強調大一桶嘛 對吧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 就是該統一的大一統在一起的 那你應該知道 廣東這個地區啊 水煙的機率是非常的大 那你不是應該更加強 這裡的任何防災措施嗎 更何況中共在2014年也花大錢 將廣東地區列為 海綿城市發展計劃 甚至3月底啊 4月初之際啊 中共廣東政府還在宣傳 咱們的10年發展海綿城市計劃 取得了抗戰勝利 不到一個月 每年廣東水災的地區啊 都不盡相同 去年是佛山啊 汕頭還有那個叫什麼 接陽還是結陽市的那個地方 你說偶爾來個超級大颱風造成這樣的災難 那就算了 廣東地區是經常性的有這樣泛濫的淹水 剛剛裡面那個災民也說了 去年又來今年又來 我看一些留言區也是說啊 基本上這是一年一次啊 運氣好一點兩年一次 中共把這個海綿城市的錢放去哪裡 你會學台灣一樣官員跟民眾平等的互相開座談會 談怎麼重建 談怎麼捐助 啊還是說會給你們像花蓮地震那樣有品質的零食住所 有高樓大廈規模的那些城市出現這樣的畫面什麼淹到一樓啊 二樓全部淹了 然後淹個一兩天我沒看過啦 而且台灣每年都在幫中國 坦住非常多的颱風傷害 你們都知道颱風啊在海上 聚集那個水氣啊會越來越大 碰到陸地碰到山的時候 會削減他的力量對吧 而且他碰到陸地他也沒有辦法再吸他的水氣 結果台灣幫你們坦住傷害之後啊 颱風溪飄或是飄向北方的時候 總是對中國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遠比台灣嚴重 你們要注意耶 這不是淹到什麼腳踝或是小腿而已耶 中共幾乎每次發生水災 不是半個腰就是滅頂耶 你確定你們有在做防水工程或是輸紅道的完整規劃嗎 對吧你們更多的錢是拿去蓋什麼高樓啊 捷運啊蓋的過多的還有不能住的爛尾樓 然後還要你們繼續繳房貸 越來越氣派的當地政府建築 為什麼呢因為這些是人民看得到的 摸得到的 小腿也看得到的會拿來抨擊歐美日韓台灣的 但是什麼輸紅道啊基礎下水道工程啊 人權啊這些東西啊 平時都是無感的 除非你自己被鐵拳的時候遇到災難的時候 那你平時也是摸不到的 就像大家不會在乎空氣 但是空氣一旦抽走了你會自喜啊 那這些東西啊是沒有辦法讓小粉紅裝牛逼顯擺的 對吧我們接著繼續帶大家來看啦 防水全部全部都打掉啦 嘖誇張啦 是台灣什麼時候大城市出現這樣 不要說大城市啦 苗栗花蓮市也不會出現這樣啊 蛤 看不到我當然是 太煩了啦 謝謝 太煩了 台東市應該也不會出現這樣 幫幫幫幫幫幫幫 比更嚴重啦 哇 Standing 很接覆沒啦 我還能做 我們先過去啊 478 發現 了 你 到 伯法 說 車輛車輛 而昨天還有一位鍾沛小粉紅 跑到我們台灣新竹的車站 你想看50年前的中國 請來新竹看 你看新竹車輛非常的破舊 非常的破敗 比我們家18線城市還不如 對 確實跟剛剛這些看起來18線城市 真的比起來完全不配 你們那些都是新的高樓大廈 然後有個小災難一來就是全淹了 不然就全垮了 確實我們不配 新竹這種18線的小城市 有北上廣深一輩子都做不出來的 高端且穩定量產的晶片產業 然後你們又會把台積電說成 欸 是咱們中共國的企業啊 第一名啊 市值第一名啊 全世界市值前十 前十一啦 但是你又在貶低台積電 你又在貶低新竹 這大概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看這女的好醜喔 又破又窮又老 人品差 對吧 沒有一向是好的 但是啊 這一名被你貶低的女孩啊 在國際上可能選美比賽啊 得到佳績啊 或是 參加什麼學術論文大賽啊 獲得什麼佳績啊 這個時候你又說她是你老婆了 非常的牛逼 贏得了世界的一些佳績 對吧 但同時啊 你還是繼續說 她很醜 很窮 很破 人品不好 學歷很差 這是什麼人格分裂呢 新竹車站的設計是1913年 由日本建築師設計的 歐洲也是一堆百年街道跟建築 對吧 烏拉格 羅馬 維也納 倫敦 巴黎 其實還有很多啦 布達佩斯 我都去過 你們去博物館看那些歐洲的名畫 300年前長這樣 怎麼300年後還是長這樣 但是人民的這個人均啊 發展指數啊 人權指數啊 通通比300年前進步了非常多 是不是 你去這個莫扎特之家 貝多芬之家 你看 你看那個畫 他們住的那個城市 然後你在看窗外 誒 怎麼我也那長得一樣 那我也那很窮很破嗎 人家各種指示都是比台灣 比中國先進好多的呢 所以啊 小粉紅就是這樣看 是永遠看表面 對吧 也難怪小粉紅說你看 歐美也不過如此 荷蘭不過如此 德國不過如此 紐約不過如此 紐約車站100年前跟100年後 還是這樣子 那人家100年前就有的東西 還能用幹嘛浪費錢去翻新的 除非已經不堪使用了 不然勒 這些錢可以拿去做更多更多的研發 做更多更多的高品質的東西 可以做更多更多的福利 不然為什麼現在引領世界科技的是美國不是中國 你們竟是搞那些已經有的東西 然後再年年做新的你幹嘛勒 如果今天中國就是 你們粉紅心中那樣牛逼的樣子 我跟你講不會一堆中國人走先去美國啦 你今天就要看到一堆美國人 一堆歐洲人走先從緬甸 從泰國進入這個中國地區 是不是 而不是你們一堆人啊 去歐美日韓 去紐澳留學 去讀書 去移民 然後嘴上還要愛中國 我剛剛看了還有一個小粉紅說什麼呢 他很愛中共國 但是他還是想去日本旅遊 雖然他發文的時候他人已經在日本了 好 這名網友就說 我也很愛國 但是我不想給日本花錢 但是我又想去日本玩有什麼辦法呢 下面的網友就跟他說 你可以在小紅書上看別人玩 還有這個來自湖南的網友說 坐中國航空過去 背著中國方便麵 餅乾中國的礦泉水 中國的被子在那邊打地鋪 一分錢不花 過去吃中國人開的餐館 所以中國人開的民宿 邊祈禱邊玩 花他們人民的錢 等咱打下來變成日本省再去 那就去啊 看哪個日本人不爽就給他一個大嘴巴吃 這就是小粉紅啊 非常喜歡用腳投票 雖然嘴上還是要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愛共產黨對吧 好了 影片的最後還是要講 我們推出的DONTOUCH ME 六式坦克一 均綠色跟黑色兩款啊 今天第一波預購已經截止了 那第二波預購啊 從今天到4月29號下個禮拜一截止 當然如果你趕得上第二波的話 還是有機會在6月4號前 可以穿到坦克衣服的 那第一波跟第二波的區別在哪裡呢 優惠折扣買的金額不同 以及一些小福利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一天晚上封鎖 我是巴拉小姐姐 掰 瞧